收集羊毛可以去市场售卖 每天挤出的羊奶可以做饭吃 丈夫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米拉母子几人勤俭节约的生活 教孩子如何生存 以后能够独立做饭 米拉再教小贝如何起火 兄妹俩在旁边玩耍 有时情不自禁就手舞足蹈 米拉照样负责孩子的一日三餐 把水倒进去铁锅里 然后放在火堆上加热 米拉一有空就过来陪伴孩子玩耍 小贝在屋前空地寻找干柴 这些枯木都是很好的起火材料 妹妹也跟着过来试柴 他们认为能帮妈妈分担一些家务 自己也比较开心 这个灶台可以做到一灶俩用 烧水做饭两步 今天做菜干养奶粥 米拉用热水泡一下菜干 稍等片刻后 让菜干吸收热水 接着放进去热锅里面 频繁地生火 每天需要三餐温饱 总离不开锅碗调盆 米拉在大米里面挑选出杂物 丈夫不在家的时候 感觉少了什么 又感觉每天都是很忙 米拉把大米放进去锅里 再加入少许白糖 这是给孩子们制作的营养粥 接着倒出一些养奶 这是当地的传统美食 制作工艺很简单 主要是孩子们比较喜欢吃 做父母的都知道 孩子喜欢吃什么 就做什么 女儿有点饿了 米拉先装一点让她尝尝 这香甜可口的菜干粥 女儿一口接着一口地吃 吃完还想再吃一碗 这柴火粥讲究的是耐心 要在旁边慢慢地翻滚锅内的粥 女儿已吃了第三碗 勺子的边缘也不放过 小贝从屋内拿出几只勺子 吃饭之前 米拉会清洗一下餐具 现在粥还比较烫嘴 母子几人准备去羊圈挤奶 米拉拿着饲料 把羊引进去羊圈里面 小贝拿过来一瓶食盐 先撒一下食盐在脸盆里面 让羊姐舔几口盐巴 母子几人在旁边等着挤奶 过了一会儿 小贝拉过来一只羊姐 还挤不到两分钟 就跑开了 小贝继续寻找另外一个幸运 突然有一只羊逃跑出来 米拉想抓都抓不住的 小儿子很好奇地跑过来看一下 母女这边在挤奶 小贝比较勇敢 直接拉过来一只羊 让妹妹帮忙按着 自己再去抓另外一只 他们从小就在羊背上长大 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小贝再拉过来一只羊 他让妹妹按着羊脚 自己走去抱着弟弟 防止他离家出走 挤奶这个工作 看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也不难 弟弟总是很想过去跟他们玩耍 他总想爬过去 小贝抱着弟弟过来羊圈旁边 米拉要挤奶 又要带着这三个孩子 也是很不容易的 还好小贝很懂事 可以分担很多家务 今天挤了有五六斤羊奶 够他们吃上两三天 米拉接着拿着剪刀 准备剪羊毛 到时可以换钱补贴家用 他们找出一只毛发茂盛的羊兄弟 小贝按住羊脚 米拉开始剪出羊毛 就在这时 羊群准备突破羊圈的入口 妹妹过去守护着 这只山羊脾气也是挺温柔的 任由母子处置 这大秋天的天气很炎热 少点羊毛也是挺不错的 就是晚上降温的时候 有点委屈羊兄弟了 米拉剪发这个手势 有点像村口托尼老师的气质 女儿在旁边收集羊毛 她拿来一口大锅 把地上的羊毛放进去锅里面 积少成多 穿着传统的服装 干活起来很不方便 不管黑羊白羊 只要毛发够多就行 小贝走过来帮忙剪羊毛 米拉现在是快刀斩乱毛 这只羊很听话的 静静地待在地上一动不动 今天就收集这些羊毛 米拉打开羊圈开口 让里面的羊群出去逛街 现在过来灶台这边 一家人准备吃午饭 米拉把羊奶粥装进去大盘子里面 就这样每人一把勺子 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生活很简单 内心很知足 这就是米拉的一家 就算是刷信用卡 也要给在家里受苦受累的妻子买礼物 这么多年来缺少给妻子一个惊喜 原来今天是夫妻俩12周年的纪念日 这秋后的阳光总是懒洋洋的 米拉准备带着孩子去附近放牧 先把小儿子喂饱一点 小贝把铁丝拴上就锁好门 接着拿过来一根长木棍 先把羊圈的长钥匙拿起来 再把铁丝网打开 今天准备带着羊群去附近寻觅美食 米拉一手抱着小儿子 一手拿着长木棍 就这样拖家带口去牧羊 每次放羊的时候 小贝总是做一名急先锋 把羊群赶到一棵百年大树底下 米拉拿着木棍把树叶打下来 这样就可以给羊群补充维生素 当地放牧基本不用什么成本 这些羊兄弟争先恐后吃着这些人间美食 米拉拿着木棍不停地敲打树叶 按照这样的吃法 以后要爬到树上敲打 女儿在旁边静静地坐着 小贝负责带着弟弟 无聊的时候他教弟弟玩石头 阿东这边在出差的路上 想起今天是与妻子结婚的第十二周年 这么多年来没有让妻子好好享福 没有给他买过礼 让米拉在家受苦了 今天决定买一份贵重的礼 即使是刷信用卡 也要硬着头皮上 最后大约花费了八千块人民币 卖其的礼物 而米拉这边在赶着羊群到下一个地方吃草 女儿也在学着妈妈做事 继续拿着木棍打下树叶 让羊群吃上新鲜的树叶 这个打法比花钱上健身房舒畅多了 平庸的日子每天都在重复着 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感同身受 每天只需活出自己的精彩就行 没有人疼就自己疼 有人疼有人爱 那是自家祖坟冒清烟 米拉静静地看着羊群发呆 不知丈夫什么时候回来 每天带着这三个孩子 有快乐也有烦恼 带娃比去外面上班还要累 在家带娃的母亲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吗 丈夫这边要赶着回家 奈何伊朗当地也会塞车的情况 她来到一家服装店 准备给米拉买上新衣服 一年下来 妻子换来换去就那两件外套 这一点阿东感觉很愧疚自己的妻子 为了省钱 米拉舍不得买新衣服 在今天特别的日子 必须给妻子买一件新外套 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美 主要看自己的腰包鼓不鼓 或者有没有一个爱她的男人 这爱情就像鬼魂一样 听的人很多 遇到的人很少 现在阿东过来蛋糕店定制蛋糕 店员用巧克力酱写下伊朗文 大概意思是 米拉我爱你 简单的几个字 道出这十二年婚姻的心酸生活 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阿东趁着蛋糕还没融化之前 急着赶回家 这一路是戈壁荒漠 可在阿东眼里 这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从小自己就在这里长大 以深深爱上这里的一切 到了家门口 阿东拿着东西开始步行回家 这样的回家之路 你家乡是这样的吗 到了家里怎么感觉这么安静 阿东看着羊群不在 心想是到附近放牧去了 他打开房门 进去屋内打扫一遍 接着把礼物和食品拿进来 趁着母子还没回来之前 先布置一下场景 小辈这边还在继续打树叶 放羊娃的秋天还是比较忙的 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 兄妹俩在旁边玩气躺弹珠 这个玩法我小时候也玩过 米拉空闲的时候就陪着孩子玩耍 丈夫这边吹了几个气球 接着布置在屋顶上 他拿出蜡烛 插放在墙壁上 紧接着洗下盘子 准备装下水果 阿东这个仪式感满满的 小辈拿着木棍赶着羊群回家 而阿东这边准备把蜡烛 插放进去蛋糕上 接着点燃了十二这个数字 阿东查看他们母子即将到来 自己关在屋内 准备这个惊喜的时刻 母子这边把羊群赶到羊圈里面 小辈拿着这根肠钥匙锁上大门 阿东这边感觉好紧张 米拉把小儿子放下来 准备走进去屋内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一家人沉浸在欢乐的时光里 万千繁华过后 生活终归于平淡 米拉轻轻推开木门 眼前的情景 是她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这份惊喜来得太突然 此时无法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 夫妻之间相近如冰 相如以沫 让孩子们看在眼里 学在心里 夫妻俩十二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成为了一家人的相聚欢乐时光 阿东拿出一套新衣服给米拉 这是一件绿色的外套 平常妻子都是穿两件红色外套比较多 这下终于有红花配绿叶 米拉拿着新衣服 准备到洗浴室换上来 阿东点上墙上的蜡烛 今天是他们搬来这里住 最喜庆的一天 一家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阿东接着从口袋里拿出金镯子 递交给米拉 他并没有跟妻子说这八千块的礼物 是刷信用卡的 这是十二年来对妻子的认同肯定 感谢妻子这么多年的心情付出 这第一口蛋糕 非妻子莫属 而米拉一下子变成小鸟依人 高兴 害羞 感动 一下子涌现到心里 夫妻之间恩恩爱爱 同心同德 总是在孩子眼前树下榜样 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吃蛋糕环节 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这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 阿东在屋内带着孩子 米拉把香蕉皮洗下 准备喂给家里的羊群 趁着主人过节不注意 这些羊兄弟个个离家出走 虽然都不打个招呼 米拉把包叉洗干净 接着放在碗柜上 生活最终还是要回归柴米油盐 她查看灶台的火炭 在旁边拿几根木柴 放上去燃烧 先烧一壶开水 没想到丈夫买的这个衣服很合体 米拉还是操起着人间烟火器 她把大米倒在铁盆上 挑选有没有小动物之类 放水进去逃米 看着生活条件很普通 做起来很讲究卫生 米拉在小炉灶点火燃烧 把水壶放上去加热 大炉灶这边用来煮米饭 丈夫这几天东奔西跑 今天终于累到了 先躺着休息一下 小儿子还在哺乳期期间 一会之后米拉过来厨房这里 把大米放进去热锅中 接着拿着铁勺搅拌下 当地人做饭喜欢加上白糖 在这苦难的生活中 生活偶尔要加点甜的 米拉准备泡壶茶 这个小炉灶相当于是一个保温炉 熬这个手抓饭很耗时间 米拉把米饭倒出来沥干 接着在锅里倒下黄油 紧接着把锅抬上去继续加热 女儿静静躺着父亲旁边吃糖 米拉这边继续在泡茶 这入秋后的天气还是很炎热的 小辈喝茶喜欢加多一点凉白开 米拉这边再烧至木炭 准备做烤肉吃 接着再处理一只幼鸟 用小刀处理内脏 小辈过来帮妈妈做事 拿着水龙头再放水 这只幼鸟被米拉切成好多块 接着撒下咖喱粉腌制一下 然后穿插在铁棒上 有了这个小烤炉 做烤肉就方便许多 阿东把火炭均匀铺开 接着把烤串放上去 他们设计这个烤炉还是挺实用的 米拉现在在凉筒下面打扫卫生 把这个地毯重新铺开 接着过来把盘子洗干净 生活就是这么琐碎 每一步都要自己去操作 再怎么繁华狂欢的生活 始终还是要回归于平静 在这漫漫人生中 则一人而终老 无问西东最是动人 套信用卡买礼物的是 阿东准备烂在自己心里 这是邻居养蜂蜜的地方 父子俩轻装上阵收取蜂蜜 他们不怕被蜜蜂折到 只为一口好蜂蜜与家人分享 在这平庸的日子里 家里总要有人来做饭 米拉找来火柴 点上火先准备烧上一壶水 阿东在洗头 兄妹俩在旁边做起小帮手 有人负责按摩穴位 有人负责倒水 这么的体贴的服务 不给小飞是不行的 米拉拿着铁盆和装饼大盘 准备到厨房做煎饼 阿东这边在帮着女儿洗脸 感觉女儿的头发快被她梳没有了 似乎这头发量越梳越少 这附近没有小麦布 扎辫子就直接撕下一块布料 就可以用来扎辫子 米拉这边在等着水开 就可以开始和面 加上一点白糖 这样的口感会香甜一点 常年累月的干家务 30岁的皮肤犹如超过50岁的 这手皮有黑又红 这又何妨呢 米拉至少有一个爱她的老公 岁月沉淀下来的不止有脸上的皱纹 更有夫妻之间浓浓的爱 少年夫妻老来伴 这12年来一路走来 风风雨雨 磕磕碰碰 双方互相珍惜着对方 米拉勾起这口大黑锅 已分布轻正反面了 孩子们静静地坐在旁边 看着母亲如何煎饼 米拉这粗糙的手皮 就是这么得来的 她拥有法拉利的心脏 可手掌却是拖拉机的外表 米拉把面将均匀摊开 这木材的火候火力很猛 兄妹俩趴下去查看一下 煎这个饼 这个时间点可要掌握好 要想脆一点就煎久一点 孩子们总在父母身边 耳濡目染之下学会进步 这个宽敞的厨房 比我家要大好几倍 任由米拉一家自由发挥 把刚出炉的煎饼盖上锅盖 这漫天的风沙无孔不入 小贝靠在一根木桩旁 先偷偷吃上几口煎饼 阿东也想过来帮忙一下 希望不是越帮越忙 剩下的面将不能浪费 稍等片刻后 就把大锅先转过来烘烤 煎了有六七张大炉 足够一家人吃午饭 米拉从碗柜上倒出奶酪 煎饼配上奶酪 这就是他们的一餐 纯吃煎饼会比较口渴的 米拉接着过来泡上一杯茶 这几天阿东劳累过度 米拉帮着丈夫推拿几下 接着父子俩要到邻居那边采集蜂蜜 阿东拿着大铁盘 带着儿子出发 离这里几百米远的地方 有邻居在这边养殖蜜蜂 他们事先有联系过的 父子俩不用穿防护服 在野外生活久了 做这些工作早已习以为常 阿东掀开几个盖子之后 最后确定这个养殖箱 他先用纸皮点上火 用烟雾在旁边熏几下 这下蜜蜂就没那么强的攻击力 阿东轻轻地扒开木架 尽量不去惊吓到蜜蜂 他拿起木架斗几下 把蜜蜂兄弟赶出家门 接着递交给小魏 阿东计划拿两块蜂蜜就足够一家人吃 临走之前 记得把火苗熄灭 在这高海拔生产的蜂蜜 质量还是不错的 父子俩拿着一大盘蜂蜜 开始步行回家 他们来这里居住这么久 还没吃过蜂蜜 米拉拿过来一口铁锅 阿东拿着小刀 先把蜜蜂赶跑 接着顺势而下 开始切割蜂蜜 这样一条长长的蜂蜜条 看起来让人垂涎三尺 小儿子比较调皮 阿东先给他尝几口蜂蜜 让他片刻安静下来 自己吃过很多蜂蜜 就是没有亲眼看过取蜜是怎么获取的 今天有幸看到阿东的取蜜过程 孩子们每人吃上这么新鲜的蜂蜜 这样的献取的零食 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 艰苦的生活 偶尔也要吃点甜蜜的 这雨要是下在大一笔 粥就要变成汤 今天遇到雷震雨 一家人赶快做好防水措施 远处的天空一半晴朗 一半乌云密布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会有大雨关照 不管刮风下雨 只要地球不爆炸 米拉照样负责一日三餐 把清水倒进去铁锅里面 阿东再给小儿子换衣服 八个月的年龄 总是喜欢在地上爬来爬去 弄得满身都是泥巴 女儿把衣服拿进去屋内 米拉这边在米堆筛选杂志 每次她淘米之前都会仔细挑选 接着开始加柴烧水 每天这个用柴量也是挺大的 阿东这边在带着孩子玩耍 这里没有网络的世界 只有亲情之间的互动 今天的小贝还在赖床中 睡得五雷都叫不动的 妇女正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就在这时 外面听到雨滴的声音 阿东感觉叫家人们收拾东西 她进去叫小贝帮忙 这是第一件事是查看屋顶有没有漏水 父子重新把防水布调整好 米拉赶快搬来一块石头 压在防水布上 这个天气阴晴不定的 雨水哗啦哗啦开始下着 米拉把毛毯收起来 小贝抱起弟弟 一家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开始忙个不停 雨再下大一点 今天的午饭会变成汤的 兄妹俩站在旁边 准备等着父母的安排工作 米拉最担心的是燃料 淋雨就燃烧不了 她赶快收起几根枯木到灶台边 雨一直下 火一直在燃烧 当地好久没下雨 这雨来得很突然 阿东把地毯盖在婴儿床上 紧接着带着孩子在屋内避雨 他们把毛毯盖在身上 这样让孩子有一种安全感 最辛苦的是米拉 她还在在外面淋雨着 这锅粥是她最担心的 把大米倒进去热水中 为了一家人的口粮 她现在在争分夺秒地做饭 这时阿东出来帮忙妻子 他们现在希望雨停下来 再这么下个不停 中午午饭是注定吃不了的 女儿套在一个薄膜袋 站在父母旁边 此时的米拉感觉有一点寒冷 她站着一直被雨淋 只为守着这口粿 小贝也套上一个塑料袋避雨 锅里的米饭开始沸腾 阿东帮孩子制作一件简易雨衣 紧接着阿东拿起勺子 开始搅拌米饭 这个遮阳布是不防水的 拿起一个大盘子 当作锅盖盖在大锅上 遮阳布的水滴落在灶台旁 此时米拉身上衣服多处被淋湿 她顾不了那么多 继续为家人们做饭 阿东拿着水壶在装水 水资源在当地是很匮乏的 兄妹俩太久没有遇到下雨 他们特别喜欢淋雨的感觉 今天做这个饭 经历过了9981难 现在一家人感觉肚子很饿 围在灶台边 看着锅中的米饭 大概煮个五六七八十来分钟 米拉把大米倒出来沥干 接着往锅里倒上奶油 再把大米倒上去 一层大米一层葡萄干 这是伊朗当地的手抓饭做法 米拉把锅放进去灶台加热 不管风雨大小 总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刻 现在米拉准备做烤肉吃 每天做饭都有许多木炭可以用 小辈帮忙撒水洗干净 米拉把这只昆大蟹几十块 接着把烧烤铁棒清洗一遍 三天他们会吃上一顿烤肉 孩子们还在生长阶段 这个营养要跟得上 米拉把昆肉穿插在铁棒上 撒上食盐 就可以放在木炭上烧烤 今天的山峰还是挺大的 烤个半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准备吃午饭 米拉把米饭与烤肉端上来 接着用长勺搅拌米饭 然后撒上一点奶油 他们吃饭不用筷子叉子之类 直接装上盘子用手抓着吃 今天外面风大 总是伴有风沙 午饭选择在屋内吃 手抓饭配上烤肉 每人标配一杯白开水 这就是米拉一家的午餐 饭饱之后 父子过来柴房看一下 这是他们储存干草的地方 他们每人拿上干柴 现在阿东准备在这里烧热水 趁着烧水时间 一家人围在灶台边谈听说地 父母跟孩子们一起互动 现在父子准备玩一下当地民族活动 先简单排练一下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亲子活动 生活在这里 远离城市的喧嚣 孩子们总是自找娱乐 这么简单的生活 你想不想过呢 父子三人拿着水桶出发装山泉水 在这山秃水秀的环境下装水 孩子们也想体验一下玩水的感觉 他们把山泉水倒进去自家的储水桶 今天的山风很大 北山的风还能吹到南山尾 阿东拿着扫把把屋内打扫一遍 每天必须要整理卫生 木屋没有预留窗户 实则墙壁小空气很多 通风性特别流畅 梁棚的角落被风吹散 阿东拿着铁丝重新加过 在这里生活 夏天不用风扇不用空调的 父子几人把地毯铺设好 这是一家人的活动场所 伊朗人喜欢席地而坐 家里的用水主要靠政府水车的帮助 当地政府为了帮助游牧人的生活 不定期会给每家每户的水箱注水 并收取一定的费用 这几天水车还没来加水 孩子们很喜欢跟父亲玩耍 今天到现在还没喝一杯热茶 阿东先把小炉灶的碳灰抽出来 接着把木材塞进去 用甘草漆火 这山风很猛 加速木材的燃烧 把烧水壶放在上面 现在坐等烧水中 十几分钟后 米拉过来把茶叶倒进去铁壶里面 接着开始泡上一壶红茶 小贝把零食分配给弟弟妹妹 她有一种大哥风范的气质 今天外面风比较大 米拉端着茶水进去屋内 这里没有什么娱乐场所 家人们围在一起聊聊天 坦诚相见 他们每人都是能搁上午的 小贝说后背不舒服 阿东帮着儿子来一次全身按摩 米拉这边准备做饭的时候 发现没有水了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当务之急 先去附近取水 阿东先去认下是不是水龙头坏了 现在准备出发去附近取水点 拿着几个水桶 兄妹俩想要跟着父亲出去 父子三人拿着水桶出发 米拉在家带着小儿子 就这样父子三人开始取水之旅 这条山路承载着一家人的心酸愉快 这是米拉家的储水桶 阿东把水桶放进去后备箱 这三千块左右的二手车还挺实用的 父子三人向着取水点出发 这边的山脉是光秃秃的 零零散散住着一些游牧人家 来到取水点这里 感觉是不是很意外 这就是山泉水的出水口 阿东先把储水桶洗一下 小贝在旁边观看着 很快就装满一桶 有一说一 这里的水质还是挺清澈的 有点像新疆吐鲁翻卡尔景的感觉 孩子们在旁边等待着 他们有点下去玩水的冲动 阿东的教育里面是 让孩子去接触这个真实的世界 只要不要太过分 还是可以去玩耍一下的 很快就把水箱的水装满 阿东用薄膜套在风口处 这样可以防止漏水情况 这里的山泉水是可以直接喝的 炎热的天气 大家洗一下脸凉床好多 阿东把水箱抬上来 小贝总是能帮钱帮后 今天过来装六桶水 能解决燃眉之急 这几天就等政府水车救主 小贝真的很勤快 这一点还是要给他点个赞的 现在父子三人准备回家 经过一家超市 孩子们恳求老父亲给他们买零食 阿东还是比较疼爱子女的 阿东进去选购两只幼鸟 孩子们最喜欢玻璃竹 购买了一些核桃杆 还有一些西红柿 最后孩子们拿上冰淇淋 为了让米拉也吃上冰淇淋 阿东赶着回家 十几分钟的路程 来到家门口 阿东先把水箱的水道进去储水桶 这个水桶装满有上千斤 大概补贴政府费用11块钱左右 装水工作完毕后 父子几人拿着物资 开始步行回家 今天这一趟路程 孩子们是最开心的 水完了 冰淇淋也吃了 看着父子几人平安回来 米拉内心已经很满足 只要家人平平安安 吃什么都不重要 玻璃弹珠的玩法 你小时候玩过几种 洋葱和葡萄干的油煎 和一只鲲搭配 将会是什么味道 正午的山峰令人心旷神移 米拉正在清理灶台的烟灰 把多余的碳灰产到附近 要不是当地水资源匮乏 在附近种种才多好啊 她拿来一根大树干 用来做主燃料 拿起小树枝 直接大力出奇迹 把树枝掰断 点上火柴起火 秋高气爽风干雾燥 很容易上火的 米拉接着过来把盘子洗干净 把一只鲲倒出来 紧接着把内脏清洗一遍 里里外外洗几次 这个卫生标准堪比五星级酒店 趁着放水时间 米拉把洋葱切碎 阿东这边再带着三个孩子 总是能跟孩子互动 米拉把锅放在灶台加热 这一天到晚的 她不是在做饭 就是在做饭的路上 阿东晚上不洗头 总是选择白天的时间洗 孩子们总在旁边协助 真的养而牵润 用于一时 大家有没有同感 白天洗澡洗头 一整天过得特别有精神 米拉把烧水壶放在灶台上 阿东这边再带着孩子掰核桃 把外壳去除 取出里面的果实备用 从小就培养孩子们做家务 有一种团队精神 最重要的是拥有个人的见解与担当 有人说扒开洋葱会流泪 没有流泪的你还没触碰你内心的伤心事 还有一点就是 洋葱的量不够多 自从有水之后 米拉做家务特别得心应手 她过来厨房这边把燃料塞进去一点 锅里面的热水在沸腾着 今天准备给家人制作 洋葱葡萄干油闷昆 阿东在跟孩子玩弹竹 小时候和小伙伴也这样玩过 他们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争 父母能跟孩子打成一片 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以上的亲子互动 米拉用热水泡一下葡萄干 感觉量不够继续加一点 接着再加上热水 把大锅拿上来 米拉用叉子把这只昆拉到盘子上 多余的汤汁会倒掉 要是我们做饭会用来做汤底 继续加上热水 把粘到锅底的肉剔除干净 接着把洋葱碎放在平底锅上 加上黄油准备爆炒 这个火候也是挺猛的 难得今天阿东拿出罐头零食 准备分给孩子们吃 在这个前不见村后不见店的地方 能吃到零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 有好吃的不能忘掉妻子 阿东让女儿带过来零食 米拉把葡萄干粒干 接着倒在洋葱上面混着炒 这辛辣和甜搭配在一起 自己想象一下是什么口感了 先不说好不好吃 看着这个情景挺有食欲的 米拉家好像没有一张小凳子 他们都是用蹲着做事的 主要跟他们的生活习性有关 最后把核桃果实倒下去翻炒 这样一份独家秘方的酱料就制作好 现在把一口老锅放上去加热 等水分烧干之后 倒下去一点黄油 接着把这只坤放进去热锅里油炸 把锅盖盖上去 稍等几分钟 让锅里的食物自由发挥 接着加上咖喱粉 盖上锅盖继续油煎 几分钟之后先转过来 用热水先把大盘洗干净 看到这盘黑暗料理 感觉很像黄豆酱似的 米拉把酱料塞进去肚子里面 接着把多余的酱料倒下去 加一点老抽 然后加热水进去 说真的这个程序挺多的 把锅盖盖紧一点 然后就等着加热 小贝帮着妈妈在洒水 这个水龙头是移动式的 感觉很方便 又很不方便 需要两个人配合下 洗碗才有效率 米拉在附近搬过来一块石头 接着再继续搬来一块 放在两边挡着无处安放的山峰 这个灶台的长度是可以调节的 先烧一锅热水 米拉现在在筛选大米 加水浸泡一下 接着再放进去热水中 煮个三十分钟左右 这个米饭就熟了 今天中午就一饭一肉 把餐部铺设上去 就可以上菜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 他们很感恩现在的生活 至少不会饿了孩子 饭饱之后他们跳起了民族舞蹈 在这平庸的日子 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 每时每刻都是美好的